半决赛祭祀 洛杉矶湖人主场104-101击败荆州勇士 系列赛3-1领先 赛后勒布朗比詹姆斯在场边接受采访时 称赞队友安东尼·比戴维斯说 他是联盟最佳防守球员 我们相信AD可以防住这个联盟的任何人 比赛最后30秒 勇士101-102落后 斯蒂芬比库里面对戴维斯的单防 连续投丢重距离和3分 戴维斯用防守为胡人拿下胜利 本场比赛戴维斯16投10中得到23分15个篮板 两次助攻三次抢断 他还在最后时刻抢断了德雷蒙德·比格林的成球 这是戴维斯今年季后赛 第一次连续两场比赛得到20加 本场比赛朗尼·比沃科成为骑兵 他在第四节得到15分 帮助胡人逆转 詹姆斯说 我一直告诉他 我说朗尼随时准备好 我们会在某个 时候需要你 没有朗尼·比沃科 我们赢不了比赛 这是当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